本期话题尿道炎如何快速缓解 张志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尿道炎那么的话我们说常见的是急性尿道炎 那急性尿道炎多数都是性传播疾病 比如急性尿道炎我们常见的有临病性尿道炎 有非临病性尿道炎 治疗原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当然也有些人是因为过度劳累 身体免疫低下出现了 比如非感染性的非性传播疾病那些尿道炎 所以对于尿道炎来说 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面找医生就诊 那还是要让医生帮你寻找病因 评估病情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我们一定要避免 我们临床有很多尿道炎的病人 自己购买一些药物 或者自己选择一些抗生素就口服了 口服了症状有所缓解 如果你症状缓解没有彻底的治疗 将来很容易转成慢性的尿道炎 慢性尿道炎的话 如果说我们说一个尿道炎持续两个月以上 我们就诊断慢性尿道炎 慢性尿道炎一个是治疗比较困难 那么相对来说损害比较大 比如我们严重的尿道炎可以造成全尿道狭窄 那么的话我们还有多数的慢性尿道炎 可以进入到前列腺里面 造成慢性 比如说前列腺炎 那么经囊炎 那么造成我们慢性的生物道感染 所以对尿道炎的话 只要我们出现尿道炎 或者我们怀疑尿道炎 一定要到医院里面诊治 说明感谢您的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